人造机器觉醒意识有多可怕 一个男人开着豪车停在自家别野门前 男人名叫老白典型的60年代美国发家人物 进到家门里 一个男人正在帮他维修高科技电视 老白抱怨这些机器一无是处 不仅费电还非常容易坏 男人反驳老白上次维修的时候 电视的屏幕被他踹烂 老白解释电视老是出问题 他就踹了两脚 他看着手中的一张张账单 像维修员这种人每周都来骗钱 动动手指就想从他手中轻松拿走爆装 那台无线电的收音机也只能发出噪音 男人无语老白和机器有什么过节 尖酸刻薄的老白直接把他怼走 老白正想小酌一杯时 那该死的时钟不停地响了起来 他还想用手让声音停下来 见时钟不听自己的话 老白直接把时钟摔碎到地上 抽起一旁的武器不停敲击破碎的时钟 这天文员小美不停写着文件 老白见着有这几张纸的小美 用那台愚蠢的打字机才有这么点 而解斐讯用一支笔半年就写完独立宣言 小美反驳为什么老白不去雇佣解斐讯 刚经老白听到有人刚自己抱脾气上来了 小美可不惯着他直接提包表示自己不干了 这时老白开口挽留小美 他希望小美留下来和他共进晚餐 小美拒绝副歌老白的邀约 老白请求他能听自己说说话 小美不解地问道发生了什么 老白说起这四天晚上诡异的事情 那台电视机总会在半夜自己打开 卧室里的收音机在他睡觉时也会自动开关 这间房子里有阴谋 甚至在他开车的时候 他的手缘本卧警方向盘 但他却自己动了起来 最后撞向车库前灯碎猎花了他两百美元 小美并不相信老白的话 他应该去看一下医生 说到看医生 老白火气就上来了 小美认为老白不仅有病 还需要吃点溜溜煤 老白的怒火更旺了 居然敢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 小美刚走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身后的机器忽然开始自动打字 老白迅速跑上前 机器不停挑着重复的单词 他看到上面的字瞬间傻了 上面赫然写着让老白滚出去 他不敢置信 这台没有生命的愚蠢机器 居然让他滚出去 突然机器又开始打字 还是重复刚刚的单词 这是一旁传来电视的声音 他居然又自动打开了 一个女人正在里面跳舞 老白走近仔细看着女人 突然女人疑惑地说道 老白怎么还没滚出去 老白被吓得连忙跑走 他来到楼上怒喊 这些机器是吓不到他的 孤单寂寞的老白 想约一下女士共进晚餐 显然没人愿意和杠金老白吃饭 直接把线拔掉 扔到地上 他来到镜子前 插上了电动提须刀 看着震动的提须刀 老白感觉不对劲 突然他挣脱老白的手心 他居然像一条蛇一样 悬停在空中 向老白发起猛烈的进攻 他连忙躲开恐怖的提须刀 这时门外传来让他滚出去的声音 正当他疑惑哪里传来的时候 他发现地上被拔掉线的电话 居然能传出声音 让他滚出去 突然门外传来警笛的声音 老白整理好衣服走了出去 警察指着老白没有拉好车子的手刹 车子往后滑落差点 撞到孩子 老白不以为意 这辆车就是怪物 他开始怼为观的邻居 经历了一整天烦心事 老白回到家里 去除珍藏好酒 不一会 他倒头睡在了沙发上 正当他迷迷糊糊醒来时 一旁又传来了时钟的声音 老白猛地看向没有时钟的架子 这时打字机又开始自动打字 还是让老白滚出去的单词 暴怒的老白把白纸揉成团 自动打开的电视 也在让他赶紧滚出去 老白终于绷不住了 他抄起旁边的椅子 直接狠狠地把电视屏幕砸碎 恐惧的老白正想跑上楼 电动剃须刀 像蛇一样爬下楼梯 明明没有插电 他却不停震动着 老白吓得跌跌撞撞地 跑出这个诡异的房子 老白躲在门外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车灯突然亮起 车子居然自己发动起来 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座位 车子开始慢慢倒退 就在这时他朝老白撞了过去 慌忙的老白急忙跑路 豪车气势汹汹地朝他撞过去 眼见就要撞到自己 老白翻越围栏爬爬到对面 车子直接撞破围栏 撞到面前的箱子里 眼前没路老白 只能往回跑去 这时 车辆重新冲出来 杀向老白 慌忙中老白摔倒滚到地上 他紧紧跟在老白身后 机灵的老白躲到一旁的树丛后 车子静止开了过去 又来了个甩尾飘移 重新朝后面的老白撞了过来 这时老白已经被逼到一条小路 身后有追兵面前 却是游泳池 面对快速逼近的车 老白被撞到了水中 他不停在水里挣扎着 车灯就像一双眼睛 看着他沉到底部 第二天溺死的老白 被送上救护车 车子好像在目送他离开一样 即使昨晚有邻居听到他大喊大叫 他们都没有理会 老白的人员已经被自己败光 最终老白彻底滚出了房子 带着机器的秘密一同死去